大家好,我是王狗 鬼屋住一晚 我看大家選擇的地點是... 走廊椅 64%的成績當選 各位欣賞你們的投票啦 在住一天之前呢 我一定要先來大家做一件事 現在是10月31號 萬聖節的當天 那這一天呢 其實也有非常多肚子傳說 包括我去年做的四種小孩 救我所知又布格肚子傳說 我不能浪費這個美好的時光嘛 所以呢,今天我要帶你們來 看一個蠻酷的萬聖節肚子傳說 11組千萬不要在萬聖節拨打的電話 我跳出的四組我覺得是 最狂最狂最強最刺激最血最衰最激 四組電話 第一組電話呢 951-572-2602 You have reached the SCP Foundation Southern California Division 19 Please leave a message including Date and time of incident Location of incident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incident itself Thank you 這組電話呢 是源自於一個基金會 叫做SCP 它會要求你留下日期 時間還有你想要發生的事件 你就會在你所講的那些條件下 看到你想要發生的那件事 根據網路上面說呢 有人撥打過去的時候 是聽得到語音的 只是它並沒有留言 可是過了20分鐘 它看到它家的貓 像瘋子一樣 四處的亂跑亂叫 這個基金會呢 其實它是一個虛貨的組織 裡面放著各種超自然 超現實的一些故事 自己才沒有看過 不然我們先帶大家註冊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 帶你們大家看一下喔 這個就是 SCP基金會的內容 然後我現在帳號已經創好了 對 裡面就是會有很多的一些 故事吧 疲憊的鞋子 太多的垂無處可去 還可以和他們聊天耶 哈囉 喔它不給掉耶 壞壞 它裡面兩隻東西好像半真半假吧 大家要自己去判斷啦 只是我的Google消息的時候 它是不安全 大家自行斟酌一下 那我帶你們回到 打電話的部分 接著我們今天的 第一組選手 最後再一次全部播打 先來介紹我們 第二組選手 第二組電話呢 是非常的酷 4086-342-806 這組電話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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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的 在網路上大家都稱這組電話叫做 紅房號 在暗網上面有一個網站叫做紅房 在這個網站上 他們會直播一些死刑犯獸型的直播畫面 據說呢 你只要撥打這一組號碼過去 裡面的駭客就會得到你的行蹤 並且把你綁架 帶到紅房裡面暗殺 那今天這就是我們第二組選手 第三組選手呢 七零一三四七一九三六 我還是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我覺得他比較基本款的一組 他就只是說你播 Stevens 你會聽到一首叫做鬥牛四字歌 你在24小時之內你會發生一些不幸的事 有個好消息 就是我是在等一下晚上的時候回去鬼屋住一天 所以 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最後一組電話呢 我是覺得它是最酷的 630-296-7536 這一組號碼呢 在Reddit的論壇上有流傳著一個非常特殊的故事 有一個男人 因為房屋承包上的偷懶 導致他租到一間破爛的屋子 有一天他心血來潮 想上網打電話求助 於是他在某個網站上看到一組電話 上面寫說 你好 這裡是Boostworld Industry 你有什麼需要我們都可以幫你解決 所以 他把電話打了過去 電話那一頭接了起來 你好 歡迎來到Boostworld Industry 我是Samasa 今天很高興為您服務 請給我一個名字 男人聽完給了他自己的名字 先生 我知道你是誰 請給我另外一個人的名字 男人以為是個惡作劇 就隨便報了個虛構的名字 哈羅德衛瑟斯 先生 虛構的名稱或是你不認識的人名 都不能被使用喔 嗯? 你怎麼知道這是虛構的 而且你說 使用於什麼 改造 改造 你是水電工嗎? 電話那一頭又傳來一次一模一樣的開頭 你好 歡迎來到Boostworld Industry 我是Samasa 今天很高興為您服務 請給我一個名字 男人心想 嗯...八成是惡作劇吧 就隨便給了個前女友的名字 傑西卡 古德溫 OK 傑西卡 古德溫 改造 將定於2015年8月21號下午3點 你想重新安排嗎? 男人心想 既然要演就配合他到底吧 嗯...那不用這樣就好 好的 我們將會在那個時段再次來電 Bossworld Industry 俱樂部 再次感謝您的光臨 祝您有個美好的一天 嘟...嘟...嘟... 男人心想 這到底是什麼奇怪的惡作劇啊 結果翻了個白眼 喂 你好 你好 這裡是Samasa 感謝您與Bossworld Industry 的合作 您的要求現在馬上開始執行 電話那頭開始傳出傑西卡的慘叫 與一些尖銳的摩擦聲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拜託不要 我可以給你任何你想要的 男人聽到傑西卡的哭泣求饒 傑西卡 先生他聽不到你的聲音 這只是一通對你禮貌性的拜訪電話 電話那一頭 傑西卡的喘息漸漸變小 直到一片安寧 預定的工作已經完成 我們的服務讓你滿意嗎 男人待置了一段時間 冷汗從胸膛滑了下來 他開始回想起 傑西卡對他過去的種種背叛 便冷笑了一聲說 哼...這個服務太棒了 精彩! 那你還想要再次預約嗎? 當然啦 那請再給我一個名字吧 男人想了想說 我沒有他的名字 他是我房屋的承包商 Den Aram Dibia 2030年7月13號 你想重新安排嗎? 他也太神通廣大了吧 但是這個時間也太久了 當然可以重新安排嗎? 可以的先生 但是呢 有客戶來訪指定想要改造你 如果你想要避免被我們改造的話 請幫助我們添加幾個新成員 男人感覺事態不對 戰鬥的手 問說 你需要幾個成員? 1000個! 蛤? 1000個? 是的先生 否則我們不得不保留我們對您的預約 我們必須通知您 安排此次預約的會員 確實也有要求 他需要禮貌性的電話拜訪 男人吞了口口水 恩... 沒問題 我會告訴你 獲得1000名會員 我們Boss World Industry俱樂部 再次感謝您的光臨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看看 電話又掛上了 男人吞了口口水 講了一個方法 上了各大論壇 發了一篇文說 你想加入精英俱樂部嗎? 條件僅限於受邀者 但是 今天 我可以邀請你 如果想要的話 請致電 630-296-7536 那故事是還蠻猛的 那講真的 我現在其實 剛剛講完那個故事 我現在有點毛毛的 但其實也並沒有到那麼緊張 因為 我也還沒有真的打通過 我們打通了才知道 我們來試試看 1-951-572-2602 951-572-2602 如果是很普通的話 我們就留個 善良一點的時間 地點跟時間 事件 不是什麼狀況 咦 我是沒有那麼緊張 現在 都要去 你已經到達了 SCP Foundation Southern California Division 19 请 leave a message including date and time of incident location of incident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incident itself thank you I'm Yu Xiang Wong I hope you found me at school because I will live there tonight November 31 address is .. Okay, thank you 他在那裡傳來打打的聲音 Thank you 他沒有再回我了 這個意思是我要自己掛了嗎 好扯喔 真的很通人 對我們就等等看今天晚上到底會不會來 真的太嚇了太嚇了 等一下 那現在第二個我要認證打 紅房的那個 就是說我會被 綁架然後暗殺的那一組 如果這樣子的話 會有人來幫我綁架 唱一個SCP基金會的 又要來找我 所以晚上就會上演SCP基金會VS按我 晚上就知道了 好 5.8.9.3.4.2.8.0.6 不需要我們的安殺電話 然後 今天晚上要掀起一盞 心風血雨了 如果我打 第三組 鬥牛四隻歌 他說二十小時 那會發生不幸的事 或許就是他們要來找 但是我如果打最後一組 那我說要把他們兩個殺人 所以其實我才是最無敵的 直接沒有心講這個了 我們趕快打第三集 太嚇了 真的太嚇了 7013471936 這樣這個我覺得也會成功 24小時內之後會發生恐怖的事情 這個都太嚇了啦 為什麼這個電話都會成功 然後MOMO跟那個地獄的電話都會失敗 所以美國比較大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都會成功 I don't know 但是最後一個比較令我害怕 因為前面三個至少都是語音 但是最後一個是活人 希望不會成功 我希望 我現在投避真的有點麻 這個電話都是來真的耶 我們趕快來 我最好一組 一千個會員的那個 我來幫助你啦 如果接起來我要叫他報 為什麼 平常都有一些很有 bound 我不是真人 每個天 explicitly通耶 所以有11組號碼 代表11組都會通 しか чего我看另外七組 就比較沒有什麼 就是說打過去會有想 會受到一些什麼詛咒之類的 這四個是比較寫實的 然後還是要把剩下的機組號碼 貼在下面的簡介 先不要打 你們先看我以為真的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就在今晚 10月31號萬聖節 鬼屋豬一晚 今天度數上說是大成功 我們今天晚上就會見真章 到底他們誰是真的 如果喜歡一個頻道的話 可以往第二份按喜歡 謝謝大家說 我們夠了 我們下次見 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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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